HELLO 聊四季 天氣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波蘭人這場薩拉聖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OK 那GL戰隊呢 現在已經多了HERA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塔套這場波蘭人對上薩拉聖人 該怎麼打 接下來看一下波蘭人這個文明 波蘭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的大莊園在旁邊撒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而且波蘭人他後期 可以出大洛馬跟重裝騎士 而且他重裝騎士只要點下銀貫貴族特權 就可以獲得騎士只要一隻30塊錢的價格 非常皮 那後期的大洛馬還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可以擁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波蘭在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做出一番傷害出來的 那波蘭人呢 後期主要是打這個步兵騎兵工兵 都是可以的 雖然他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但是有拇指環 因為拇指環對工兵來說是更重要的科技 而且也有三級色是正常的 那波蘭人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他的騎兵很便宜 黃金只要30塊 大洛馬也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而且大莊園克收集8%食物的效果 讓他可以爆出遠遠不絕的馬量出來 那波蘭的步兵步現也是全滿的 而且他的寶兵是戰錘兵 可以破除敵人的防衛力 這個破甲戰錘兵 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所以波蘭人的體系來說 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而且也有火炮 而且也有大衝車 所以我覺得波蘭人 如果你是喜歡玩全能型的文明的觀眾 波蘭人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而且這個文明是非常非常濃的 你甚至連挖石頭也可以產生黃金出來 這個經濟加成 我覺得是世紀帝國裡面 數一數二好的文明之一了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薩拉斯人 那薩拉斯人呢 是被我稱為進攻萬花筒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擁有火炮 也有馬弓 也有強奴 也有重裝駱駝 還有努力兵 還有大衝車 工程工程師 開口的都有 還有重型投石車 重型投石車 還有工程工程師 還有配重 配重又可以增加投石車的傷害 所以後期的薩拉斯人 是非常可怕 真的是想打什麼 就打什麼 完全沒有科技上的限制在 但他的最大的缺點 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關於這一點 他又可以利用自己的市集買賣 去調整自己的經濟 在他買賣的眼裡來說 並不是這麼虧的 所以薩拉斯人呢 可能要打得好 要運用後期的一些市集 調整一下經濟買賣 盡可能的不要讓敵人傷到自己的經濟 因為薩拉斯人只要被傷到經濟之後 很容易就被對方滾雪球 尤其是對方有經濟加成的情況下 很難再追上敵人的經濟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升級方式 都是來到了十八村民 然後點下了封建時代 打一個都是偏早的一個流程 那這邊伐木呢 都是配一個五跟四的人伐木 伐木是正常的 均勻補帶前方 薩拉斯人這邊的開局方式 可能是會轉一個肉碼開喔 畢竟薩拉斯人 我們剛剛提到那些科技之外 他也是有大肉碼的文明 所以薩拉斯人真的是火星木工的完美的進攻萬花筒 就是他 他這個文明真的是沒有太大的缺點 缺點就是窮了一點 而且薩拉斯人還蠻奇怪的喔 他連步兵也是全滿 反甲、劍兵、勇士、護衛技術什麼都有 而且三攻三防也都有 所以薩拉斯人真的是OP中的OP 那來看到這邊 兩邊都在想要偷一些羊 那地圖上在這個 這不是羊啊 偷這個乳牛 在地圖上這個地方喔 都有這個少量的乳牛 可以去撿 所以伺候們喔 往往會在這邊看到 對方喔 在撿自己的乳牛 然後變成乳牛爭奪戰 當然啊 能撿到多一點乳牛 對自己是一件是好事的 兩邊受不了了 大打出手 但是薩拉斯人Ending 這邊的肉馬血量比較少 應該是 唉唷 這隻槍兵 過來救了 唉呀 這些乳牛還有機會嗎 哇 結果還是被戳死了 尷尬了卡套 這邊高打滴 反殺一隻肉馬 OK 結果呢 變成一人一半 一人各三隻乳牛 帶了回家 前期的乳牛爭奪戰喔 差不多就是到這裡了 我在直播中我都喜歡把乳牛 講成奶牛 奶牛跟乳牛 其實都蠻像的 這個奶牛吃多了 也蠻匪的 因為奶牛呢 比這個 冥養 多了五十肉 喔 左邊這兩隻奶牛 應該是 逃不了了 唉呀這兩隻槍兵 給的壓力太大 肉馬不敢過來 OK 再把乳牛帶回去 結果三隻乳牛 又被帶回家了 二就是高手們的前期碰撞 打得非常細節的部分 在以新手的眼裡 可能就只有配置 或者是專心在農自己家裡了 當然高手們 都會去特別注意野外資源 我們可以更多的獲得 讓自己會有更有優勢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阿拉伯會比較平衡 因為阿拉伯野外呢 沒有太多的野生動物可以拿 最多也只有四頭鹿肉 那四頭鹿肉吃完了 可能就沒了 還不如直接撒農田 村民好移動到那邊 所以阿拉伯為什麼這麼多人打 也是這個原因的 平衡性做得更好 那這樣地圖的 也不是說平衡性不好 而是 算是有特色 所以這個特色 需要一些細節才能打得好 後面這裡有洞喔 Holy shit 左邊兩隻乳牛 還在跑 那目前看到 薩拉生人這邊的打法 是一個正常灑農田的方式 那 波蘭呢 也是有灑農田 而且這邊是可以有效利用 這一個 第一個蓋下的大莊人 去灑農田 那以現在的情況下來看 有點硬懂螢幕的波蘭人 雖然升級來說 可能會慢了一點薩拉生人 但是後期 大概到了城堡 是在中期左右 這個肉類貨的經濟實在是很好 這是 趕了一頭 鹿回家吃嗎 他是故意的嗎 還是無意的 中間一隻肉馬被戳死 這個鹿總跑進來了 這應該不是故意的 這應該是無意間把羊給趕了回來 好 我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 好 那兩邊城堡時代的話 打法應該會比較偏向於打馬 當然 鳳爛人遇到薩拉生人 而且薩拉生人在城堡時代駱駝 有145滴血 加上平斗的話 會 如果要克制對方的駱駝 有三種方式 也有個第一方是出弓兵 不然就是出槍兵 不然就是出生旅 這三種方式抵擋對方的駱駝壓制 是最好的辦法 畢竟鳳爛人 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這都薩拉生人這種駱駝霸權 要特別小心 不要出太多的馬 被對方責罪了 那駱駝騎兵來到145滴血 現在肉馬只能被吃死死的 要趕快跑 好 鳳爛這邊還有20秒才能升到城堡時代 薩拉生人一升城堡時代 馬上開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在右邊的礦區 那這邊有可能會去那邊打獵 或者是先挖黃金都是可以的 那先挖黃金的話 也可以大概做經濟調整也是OK的 那這張地圖呢 家裡的礦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要挖礦的話 盡可能去外面挖會比較好 哇 這邊直接中到城鎮中心 槍兵全部送掉 鳳爛在家裡則是開下了3TC Kainon 而不是在野外開下 鳳爛這邊的策略呢 可能是想要在家裡籠備一波 蓋下更多的大莊園 那這邊防止 誒 這個不是大莊園 這個是修道院 駱駝害怕的東西 波蘭人金都準備好了 OK 薩拉生人在家裡補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被青騎兵砍到頭破血流 死了四村 OK 那薩拉生人這邊的經濟呢 少爺跟波蘭補正了 真的要開農沒有圍死啊 真是一個尷尬的地方 如果要開農的話 一定要把家裡圍死啊 而且很多職業選手們都犯了這個錯誤 沒想到這場薩拉生人也犯了這個錯誤 好 這裡補下了生魚 也開始要來撿生物 那目前波蘭人遇到對方路頭開局 轉艙兵跟生魚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裡肉馬要回頭嗎 唉唷 直接招搶駱駝砍死了肉馬 唉呀 這一波Andy 尷尬了 薩拉生人有點難打了 左邊想要開城鎮中心 但是被駱駝抓了個正著 趕快拿一隻生魚過來 但是沒有關係喔 駱駝打 臭命很慢 但是有這麼多的駱駝跟騎士 那就不好說了 我的天 波蘭人直接被打到頭破血流 好 這個趕快招一下 要招一下後面 血多的 招殘血的不好 沒錯沒錯 細節拉好 好再回去開城鎮中心 社群軍會往前 這裡城鎮中心一定要開下去 好 那波蘭這邊就是4TC開農了 那波蘭在4TC開農的情況下 也不太容易會有斷村的問題 這個農田只要來到30片田 基本上可以點到帝王時代也沒問題 OK 那現在農田樹能只有24片田 待會再補個36或36片田左右 然後4TC繼續維持運轉 然後甚至到40片田 就可以點帝王時代 所以目前波蘭這邊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把田農上去 當然也不是只有這個目標 也還要去進行防守 所以生魚這個部分可能也不能斷 待會還要再去按一些生魚 去反制對方駱駝 不然就是要升級一下重裝長槍兵 再補兩個均勻去轉重裝長槍兵出來 加制對方的駱駝打法 OK 那這邊波蘭 4TC開一下 薩拉斯蘭這邊稍微買賣一波 OK 駱駝很多 這裡有個洞 波蘭有看到嗎 但這邊招翔 把駱駝給逼退 不敢走進來 這個洞還是要補 這個洞不補可能會有危險 補嗎 看來是補了 是我的話一定補一下這個洞 這個洞要補也很難補 好 三隻生魚招翔 應該可以 招翔到三隻生魚村民嗎 有機會嗎 沒機會 直接往下伐木 OK 這裡再補一個大莊園 那現在波蘭大莊園喔 真的很便宜 只要一百木頭而已 想要一百二十五木頭 真的是很貴 現在一百木頭 就可以多開幾個大莊園 即使沒有撒滿八片農田 大概撒個四五片田 也都算是OK 可以接受範圍 那波蘭的 撒大莊園的壓力 會更小一點點 這算是細節的部分 OK 那波蘭這邊是決定要轉 重莊長槍兵 然後轉是三個軍營 沒錯 哪三個啊 怎麼只有看到兩個 還有一個在哪 喔 這個在這個 OK 好 三個軍營 轉重莊長槍兵 的路線要來防守駱駝 好 清晰兵這邊砍 兩刀十一隻 沒有神聖思想 聖女被直接砍到頭破血了 這個要D了吧 這個會不會早搶掉 OK 沒有D 被招了 目前看到波蘭斯點下了神聖思想 還有這個護衛技術 跟二級的步兵鎧甲 當步兵的體質呢 就可以體身上去 對方出駱駝 就意義不大了 駱駝打步兵 效果是非常差的 那薩拉森遇到對方轉 重莊長槍兵的話 也可以轉馬功 薩拉森的馬功是全滿的喔 非常狠的那種 三級射 三級防也都有 強奴的話 打建築物還有額外增傷效果 而且也有火槍 所以上帝用時代炸身 如果要速成的話 先轉火槍是OK的 打馬功路線的話 有安邪人戰術 打槍兵也會額外增傷效果 那波蘭人也有可能會打強奴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也不能單出馬功 打馬功的話可能會劣勢 可能就是強奴對射 或是先轉火槍 後面再轉大落馬 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薩拉森唯一的缺點喔 就是經濟不好 而且沒有重裝騎士喔 當然城堡實在可以稍微速一下騎士壓制敵人喔 也算是足夠用 中間補一根城堡喔 這裡突然直接壓寶 壓在臉上 突然抓準了 薩拉森人身避用時代的一個升級點 這一波強攻打得非常的及時 而且這邊攻擊並沒有先攻擊礦區喔 而是先攻擊農田這塊區域的位置 這邊兩邊城堡都蓋好 兩邊對射 下面 駱駝過來 被招翔 逼退了 那破爛這邊還是給到對方實質的壓力 這邊趕快轉衝車出來 OK 衝車趕快按 這邊可能要罰木頭了 不然就是要去右邊去蓋寶 唉唷 這條蓋寶 這麼狠啊 茶套一波蓋寶流 配重裝長槍兵 好 也轉了一些戰錘兵 補下戰力 OK 殺勝人一點到地龍時代 果然馬上補下了化學 好 劉力兵在家裡 嚕嚕小小 拉了幾隻勝旅去著想一下 好 這隻騎士 需要小心 畫面僧侶 照一下 OK 前面這根堡 能蓋起來 但是要投入血流了 衝車已經過來了 哇 這個衝車已經殘血了 好 上面槍兵中抓到弱頭 沒有控好的時機 直接被戳成白癡 欸 這怎麼戳一戳 往下移動了 好 上面路頭已經沒了 好 那 衝車過來 那目前 薩拉勝人有帝王時代優勢 可以優先轉巨頭 那這邊先按的是炸藥桶 開始炸了一波 第二台衝車過來 但城堡 海帶射城堡 沒有射村民 有點可惜 原來是鐵人心要把這根 寶給拿下來 好 自爆兵再炸一下 好 後面出來 直接痛扁一下城堡 痛扁一下衝車台隊 不是城堡 OK 薩拉勝人 終於守住了這兵的問題 巨型頭刺機也出來了 突然這邊補下了拇指環 轉出弓兵單位 奴兵 這裡直接四個射箭場 那射箭場的話 打奴隸兵效勢很好 因為奴隸兵本身沒有什麼箭矢裝甲 很容易被箭矢給射穿 喔 全面法還是被拆掉了 右邊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跟工程器製造所 突然這邊轉出了強弩跟化學 強弩跟化學點完之後 奴隸兵 就完蛋了 奴隸兵打工兵單位 是完全打不贏的 薩拉勝人這邊要趕快想辦法 去反制一下對方的強弩 那薩拉勝人對抗強弩方法的話 有幾種 第一種的話是用重頭 去砸 但是重頭要承襲比較晚 那如果不是重頭的話 就是出戰毛兵 那戰毛兵如果不想出的話 怕被對方的 戰水給砸白癡的話 那就出強弩 那強弩對色的情況下 薩拉勝也有優勢 畢竟他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但破爛沒有 雖然兩邊都有拇指環 所以薩拉勝轉強弩也是可以 但現在轉強弩可能會有點為死已晚 因為對方已經先行成形了 暫時要解的話 投石車或者是火炮 戰毛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那我覺得這邊先轉戰毛會比較好 好 帶來墓區 墓區方面兩邊的木頭也快沒有了 這張地圖的木頭其實真的不算多 都是比較零散的墓區 好 破爛直接轉一個大肉馬 或轉重裝騎士 直接走一個肉馬流 好 薩拉勝遇到強弩只能被逼退 哇 火炮直接被點掉 塔套的強弩實在太狠 喔 火炮又出來 要再點一次嗎 哇 被打掉硬發 再一個 這邊強弩沒有碰好 哇 射奴隸兵 真的很痛 哇 火掉電死欸 哇 又被點掉 哇 強弩是不是有點過強啊 好強 村民打架 這什麼意思 蛤 你不是西班牙的欸 薩拉勝你要確定欸 你也太氣了吧 拿村民去扁人 哇 薩拉勝這邊直接一個大爆炸 但是兩邊呢 都是打一個150村戰術 兩邊的經濟都是來到 史詩級的高峰 那波蘭這邊呢 有這個大中原的優勢喔 三級農田也補下了 他會肉 會一直瘋狂噴出來 好 上方有一台 兩台巨型投資機 還有一洞城堡 下方的城堡東西可後一點危險 右邊的強弩已經射穿了 右邊的瓜礦村民 哇 這裡強弩真的看起來 一死之間解掉 繼續出奴隸兵的話 那感覺是越打越虧了 好 不然這邊也是轉出的火炮 中間這一塊陣地已經拿了下來 但是他目標並不是左右兩邊 而是正前方的城堡 他想要把薩拉勝的正面農田全部端掉 第一對手直接打出GG 因為人只有錢的話是活不下去的 窮到只剩下錢 這個是一個很奢侈的夢想 大聲 該不會 中間守不住 哇 城堡掉了 OK 那對方 忽然轉出是大洛瑪跟強弩的搭配路線 而且連金冠也點下囉 烈克提克遺產 待會大洛瑪就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打聰明傷害會很痛喔 因為他是會計算防護力的 聰明本身沒什麼防護力 所以吃到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會特別痛 好 當然這邊奴隸兵 直接看到沒有神中心走得進來 亂丟一波 飛刀 好 但是遇到強弩還是要撤退 好 這邊大洛瑪回救一下 先抓掉巨頭 好 有機會抓得掉嗎 這些大洛瑪 拿 NICE 抓掉一台 好 剩下奴隸兵直接包掉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防守一下大洛瑪後面的礦區 福利兵再次過來看一下這邊的位置 很多強弩 但是目前還沒有想法 該怎麼解這些強弩 現在強弩沒有天敵阿 只要樹上一成型的話 再次聚集起來 殺生人應該是完全扛不住 好歹要出個戰毛兵喔 不出個戰毛兵感覺太偷了 但他不出戰毛兵的原因喔 是怕波蘭的大洛瑪 因為大洛瑪他打戰毛兵速度很快 解的速度是神塊的那種 很痛的 預判打得很好阿 OK 殺生人補下了三攻 好 這裡直接用閃陣 沒有聚在一起 火炮能打的效果就會被大打折扣 這邊第一時間解掉了後方的火炮 前方的洛瑪也是直接被射爛 後方是台巨型頭司機 準備架了起來 前方洛瑪也是只出來送頭下水餃 沒有辦法完全集結 前方的軍營產人 也只直接被強弩給控制住 一出來就只有等待被射死的結局 就算沒事也剩半條命 太慘了 殺生人 完了 中間農田爆開 大中原 農田直接被 踩爛 這邊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打臭命有夠痛 哇靠 好痛 這是幾刀意志阿 有點看不太出來了 應該是也是要四刀吧 看起來是要四刀 二 三 如果有含旁邊的擴散傷害 傷害打到其他村民的話 就只要三刀 大中原 真的是 大洛瑪真的是太猛了 還有這個大中原 農田機器實在太好 OK 殺生人直接打出了GG 哇 果然遇到這一坨的強奴兵 不出戰錨真的是不行 那其實鋪圓這個組合 是很害怕強奴配上戰錨的組合 因為只要強奴可以射穿前面的鋪籃一騎兵 後面的弓兵也可以用戰錨兵跟自己的強奴解決 以單純的角度來看的話 殺生只要多轉一些射箭場 多轉一些戰錨兵 加上強奴就可以了 甚至戰錨兵打大洛瑪也是傷害不錯的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起兵鎧甲 還是很容易被戰錨兵的傷害給射穿的 那麼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有忽然拿到所有資源的勝利 我的天食物還贏了快要6000多 那軍事方面也是波蘭拿到勝利 雖然波蘭人被HERA評比為非常低分的文明 但在一些情況下跟一些戰術的搭配上 波蘭人還是有他的使用價值在的 在賽事中 並不是在賽事中是不能出場的文明 那我覺得波蘭人玩法也是很適合喜歡開農型的玩家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